说到李毅峰 这位青年演员一路走来 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喜 从《枝子花开》 《怦然心动》中的纯真爱情 到《建军大业》 《革命者》中的热血青春 再到《老炮》 《心里醉》 《动物世界》 《操场》等 类型画作品中的多样尝试 由青涩到成熟 跨越大小屏幕 唯一不变的 就是他一直在努力 拓宽自己的戏路 不管是帅气还是邋遢 观众爱看的 就是百变的你 坚持当一个偶像 坚持 坚持当一个好的演员 也不用刻意想要去证明个什么 到底是个什么一样的 觉得片子出来了 是什么呀 到时候咱们俩强强原神 后来 终于在眼泪中明白 有些人 一旦错过就不再 臭流氓 怎么样 我记不记事 我要跟你进去谈话 我能不能带 我会你吗 用好 我们能再去哪去 希望拿着好的作品 能够来到后面的金鸡奖 我相信每一个演员都会越来越好 我觉得希望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只要有希望 你就会有美好的事情能够发生 当要放弃的时候 就想一想 再坚持一下 放租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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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